大家好,这次是游戏废人 这个礼拜四我想成为影之强者 就会复刻暗影记 暗影大人 身为故事中设定最强的角色 当然游戏里面也是目前开放最强的角色 官方在这次维护也会额外送食 若是之前创的账号至少会有3,10 若是在10月23号下午6点之前创的账号 还可以再多领9,10 所以最差我们都会有30抽可以拼 大概如果前面石头都已经抽光光 像我一样的 就是这30抽拼完 有中然后再把30保底拿去换魔道具 就刚好完美 但我们还是需要知道一些注意事项 因为毕竟暗影她还是一个 有点吃队伍搭配的角色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暗影的特性 以及我们未来需要哪些角色 当然因为抽暗影应该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详细的一一介绍她的技能 我就只讲重点就好 那首先是我们抽暗影之前要知道暗影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她的奥义 基本只能够对单体造成4000%的伤害 即使已经很强了 但她觉醒后 可以再附加1000%的范围攻击 我们要知道上一词才开的伊丽莎白 虽然她是辅助角 但她的奥义输出也就是打单体1000%而已 所以暗影觉醒以后 额外附带一个范围的1000% 这其实很强 但你要让奥义觉醒就需要抽到三只暗影 也就是暗影要绝恶 那要不要拼就看个人 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30抽内可以歪到一只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完全不奢望可以再多抽到 那没有科金的玩家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去奢求这个 就只能够之后看运气 第二个就暗影的特技1 可以帮全队增攻15% 但这一招对于七影角可以再额外增攻10% 也就是七影可以吃到25% 因此我们在组队的时候就要以七影为主 那在说明上我不确定是只要人物是设定为七影的角色 还是暗影记限定的七影才可以 但因为暗影记限定七影目前一只蓝输出都没有 再加上官方目前新角给的能力 都非常倾向让你组纯属队 所以我想应该是一般的七影就可以吃得到 那我们再了解这两个特性以后 就要来看到底有哪些角色可以入我们队伍 首先是台版目前可以用的角色 坦当然就是幼年α 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够用A的爱丽丝而已 但强度差很多而且又不是七影 再来就是输出 其实目前台版的三只SS角输出都很强 真的不行的话就把S幼年暗影放进去 其实他吃不到暗影的10%增伤 但他也可以帮全队增伤12.5% 除此之外虽然不是蓝属性 但这次开的暗影记α 其实很适合跟暗影组队 因为我们蓝属性是要打红属性 红属性克制的是绿属性 所以我们搭配角色只要不是绿属性 技能够强跟蓝属性混搭都还是可行 辅助的话目前台版就只有两只A辅助可以用 那因为A的大家都会有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选Aβ 确认好台版可以用的角色以后 再来就是未来我们有哪些角色需要抽 先从比较简单的坦跟辅助来讲 坦的话目前有两只限定 分别是暗影记的亚雷克西亚以及学员杰塔 单纯只是看日版的评论网的话 你会觉得亚雷克西亚好像比较强 但亚雷克西亚强一来是针对特定关卡 再来第二个就是亚雷克西亚的特殊能力 必须要全队都是蓝属性才能发动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让暗影记α入队的话 你的坦就不适合用亚雷克西亚 因为你会少掉一个很强的特殊能力 如果从学员杰塔当坦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以时间来看的话 学员杰塔当时日版是在3月时候开 所以台版如果要跟进至少应该还要在4个月 那这段期间我觉得亚雷克西亚应该是会先复刻啦 所以如果真的出的话 我们要拼还是可能拼亚雷克西亚 那蓝属性对α可能就没办法帮忙掺和 接着就是辅助 因为台版应该是不会开Holo合作 所以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 就只有暗影记伽玛 除了暗影记伽玛以外 没有其他的角色可以选择 所以如果抽到暗影 接下来石头可能就要很专心的存 暗影记伽玛复刻的时候要来拼 最后就是输出 输出其实反而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目前台版开的SS输出 在蓝属性输出里面都算强 其他的捷性输出 不一定有比现在这几只好用 再加上目前台版开的 不管是SS的易普希隆 还是SS的戴尔塔 都可以浓碎片 对于石头比较拮据的玩家 可以专心的去存暗影记伽玛 那如果真的想要特别强力的 以目前日版比较强的蓝输出 就全部都是在泳装 刚好就是泳装亚雷克西亚 以及泳装克雷尔 但这两只都不是欺凝 所以吃不到暗影的额外10%增伤 这两只他们是放在同一池 而且泳装池 其实刚好在台版开放前一个月才刚结束 所以台版要等到泳装复刻 还要非常非常久 那这段期间绝对会出更强的角色 而且即使泳装复刻 这段期间绝对够让我们浓到SS加的 戴尔塔以及易普希隆 而且你也可能不知道歪到几只了 严格上来说 如果你是强度党 也不太需要去追求泳装 当然泳装很香啦 所以如果泳装出了 亚雷克西亚我还是会想拼 当然到时候也可能会有新的泳装 不过在新泳装之前 应该这段期间 官方会再直接出更强的蓝色输出了 毕竟蓝输出自从暗影出了以后 就都没有那种真正称得上 特别强烈的角色出现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